OK 大家好 我是Ryu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玩的就是 鬼怪夜市 好 那今天更新了一個新的內容 叫做鬼怪夜市 然後我今天就來帶各位逛一下 風之谷內的夜市 看看說這一次的夜市要怎麼玩 基本上都是累積硬幣換東西啦 不過這一次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 而且應該算是最受矚目的地方就是呢 這一次他可以用消耗硬幣的方式 來換本集 就是說呢 你可以換隨機的等級 對 那我們看看待會兒到底是怎樣 再用給各位看 OK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隨機這件事啊 對 萬萬沒想到啊 在風之谷裡面 獎品可以用抽的 連等級都可以用抽的 好 我們就直接先接任務吧 在這裡 滿月鬼怪夜市開張了 渡閣 他是鬼怪商團的渡閣 然後 好 這邊帶過 各位要的話自己看 這有點長啊 來不唸啊 準備了大型的市集 這裡是一個絕佳地點 你怎麼會覺得這邊是絕佳地點 這裡擠得要死 哪裡絕佳地點 這也名叫滿月鬼怪夜市 很明顯他就是覺得玩家的口袋都飽飽的啊 當然是絕佳地點是不是 真是會豪邁的朋友喔 當然當然 移動 我們剛剛看到左上角跑出了一個MPC 不過我們待會兒再出來看 那應該是跟之前活動一樣 那個撒錢幣的 大撒幣的活動 好 現在是單眼鬼怪10項的祝福時間 好 那我就順便跟各位說一下好了 嘿 簡單的來說 簡單的來說 會錄到 會拍到手機是不是 好 我看個小超 每天上午的早上11點到晚上10點 每小時15分期10分鐘期間 會輪流施放祝福時間 獨眼的話呢 他就會在30分鐘內追加經驗值15% 我覺得這超級佛心人 然後呢 雙眼鬼怪 他是會在30分鐘內獲得 全屬15攻擊15HP15 這基本上跟沒家一樣 不過後面的無視15%和Boss15% 我覺得如果是要打王 打什麼里城王之類的 還蠻有用的 那我個人覺得 如果要洗的話 感覺這個經驗值的話 對於煉空來講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就帶各位逛一下 這整個夜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提到夜市 當然就會有許多的商店嘛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商店 究竟賣了什麼東西 好 那第一個是射筆 射筆加布衣店 來吧 基本上這裡的商店 都是用鬼怪銅錢來買的 那待會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鬼怪銅錢要怎麼拿到 然後呢 這邊可以買的是 滿月票券 分別有什麼機器人 字型 椅子 騎寵 反正就是呢 我們要累積10張的票券 才能夠換到這個東西 像我們這個叫10張的滿月票券 才能夠換到一個機器人的交換券 欸我覺得這個字型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我可能會想要換一個字型 對 這個是有人在敲等級嘛 再來是 杜杜莉 杜杜莉提煉所 一樣是用銅錢買的 然後這個就是賭客嘛 這很明顯的就是 莊家 欸 這個是核心寶石秘法 基本上就是活動非常常見的吼 什麼星火啊 ARC 附加 簡單的來說呢 就是滿月的袋子 就是都會拿到5個東西 拿鬼怪的話呢 他就是有機率的 不過我們看了一下 鬼怪的袋子就只有 核心寶石和秘法 對於喜歡 呃 賭博的人啊 可以來買鬼怪吼 買這個滿月這個 這沒有什麼夢想啊 對啊 他就是一定給你5個 沒有什麼夢想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買這個好不好 我們都買這個 這我怎麼覺得 一定拿到一個或兩個 這一個或兩個就佔了90%啦 5個的話是9% 100個0.04% OMG 那這個非常簡單 簡介明了 反正就是 你要不就跟他賭 你要不就保守的 直接拿5個 下一個是 玉比加寶石傷 好多傷人喔 呃 滿月鬼怪方塊 可以對 呃 下面這些東西使用 好 這屬性通常都是給 可能小號會比較效用到 好 反正這NPC賣的就是一些專屬方塊 還有戒指 對 基本上就是 在地啊 小號會比較效用到的 OK 再來是這一個 珠寶手藝 這個是來提煉戒指的是不是 好 這個我們跳過 欸這個是 就是我們剛剛在 左上角看到那個 夢死NPC啊 好 簡單的來說呢 就是 他只會在 弓箭手村 神木村 或 無名村 才能夠搭乘 那他說只能在 17分流搭乘 然後你搭乘的時候呢 你就會大撒幣 沒錯 就跟他的名字一樣 封閉炸裂 所以呢 你就是在上面大撒幣 然後撒了5次幣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椅子 那我們換下一個 下一個我記得應該就是要敲等級的了 蓋比加妖素狼牙棒 狼牙棒只要一揮馬上就可以提升等級 這就是這一次夜市最受矚目的吼 下一次的話是要100通錢 然後等級只能在141到199 然後呢 他會隨機1到10等 那等級越高的時候就是你越接近199 因為他是在141到199才能夠敲嘛 所以你越接近199呢 你敲到越高等級的機率就會越低 所以這個的話 蠻建議你在就是141的時候在敲 或者是就是比較接近低等的時候在敲 再來就是每個157的話 一天就整夠敲兩次 然後這個鬼怪夜市一天是可以拿200個銅錢嘛 所以呢 我們只要拿到2000個銅錢 就可以跟他製作一個 颱風成長祕妖 那這個祕妖的話呢 是整個活動 就是這一整個系列夜市的活動呢 就只能拿到一次 那要記住 颱風祕妖是200到239使用的 OK這邊有說 每個157一天最多累積200個 然後收集2000個 就可以領取颱風成長祕妖 活動到5月12號 各位記得時間啦 千萬不要忘記了 好 那我們換看下一個 這也是商店 這是掃把 架魯加萬物商 那他是用滿月蕎麥動換的 各位非常熟悉的東西 欸還有擴充藍位7天耶 沒關係我們已經超久了 好那蕎麥動的話呢 我先口頭跟各位說好 蕎麥動的話就是 我們待會要去打 鬼怪銅錢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一天打滿200個銅錢 就是打到上線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個蕎麥動 然後我們蕎麥動 就可以拿來跟這個掃把換東西 OK那再來就是我個人 我個人最期待的 鬼怪暴族 鬼怪暴族販賣機 我覺得啊 一個夜市 如果沒有什麼賭注好不好 就是沒有什麼以小博大的噱頭 我覺得就不算是夜市 OK 這個鬼怪販賣機呢 簡單的來說就是 碰 好 嚇死我了 這是什麼東西 好生動的花旗色演技啊 基本上就是我們用50個銅錢 可以買一個暴族 那買的數量是無上限的 只要你銅錢夠了 你就可以一直買 然後呢 他有機率獲得下面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我覺得啦 對 應該 大部分都是拿到那個什麼 靈驗氣息 就是一個buff 就是你的50塊銅錢 不見了的意思 那如果你真的人品爆炸好不好 拿到1000個0.2% 歡迎在下面跟我留言好不好 跟李歐分享一下 跟我炫耀一下都可以 這1000個我0.2%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拿到啦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buff是 OMG 我拿50個銅錢 換一個15分鐘 攻擊魔攻加15 OK所以各位自己斟酌一下 有可能你辛苦的50個銅錢 就變成這個了好不好 對 如果你想要去賭1000個 當然有機會 像李歐我就肯定會去賭看看 但是 不要賭到最後 你整個活動就只有滿滿的buff 什麼都沒有啊 他還先打預防針 不要因為沒有從暴族獲得銅錢 就來怪我哦 都還沒有使用過呢 OK 等一下說什麼 我會記得從我這裡購買暴族的所有人的聊 哎呀好記性好記性 好那這個是 喝碎鬼怪的夢物 哦這個不會就是 對於我這種練功懶人 最有用的枕頭吧 只要放了就會累加經驗 哇我最喜歡這種東西了 做夢的枕頭要多少錢 枕頭 他睡著啦 他睡著啦 講到一半睡著了 那個 哎呀貓捆啦 要不要枕頭給我 我忘了枕頭的價格 那你就送我吧 他真的直接給我耶 他忘記了就直接給我 我直接給你太困了 我的天啊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填滿夢的方法就是 一直放著就好 好 最喜歡這種練的方式了 好夢的經驗值 是以風之谷ID為單位儲存 領取的 所以呢 他就是綁定角色的 枕頭沒有你也可以睡 但是你在旁邊的話會睡得更好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沒有登錄的情況下 這叫做離線收益是不是 就是我們就算沒有登錄 他一樣會累積 但是累積經驗的速度 不是你登錄的速度的一半 所以呢 我們如果有空的話 還是把它開著 算你人不在 你就把它開著就好 在這邊順便分享一下 比如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也不算小時候 就大概可能 國中啊 國小那個時候 好算小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在玩電腦 我在玩一款遊戲 也是PC的 然後呢 他是有掛機系統的 而不是外掛 就是他是 可以自動掛機 就是遊戲的內掛 我們那時候叫內掛 然後呢 他是可以自動打怪的 那我們那個時候呢 因為為了追等級嘛 所以呢 我都會在晚上的時候 下課晚晚之後 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掛著 那我掛著的時候 當然 不能讓我家人知道 我把電腦開著嘛 浪費電對不對 那但是那個時候 你們也知道 那個鍵盤啊 滑鼠 甚至是你主機的那個 電源鍵都會發亮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非常聰明 我就拿那個日曆 把那個電源鍵貼著 亮光就不會透出來 然後滑鼠和鍵盤的線呢 我都把它BUT掉 然後等到隔天 下課 要晚的時候 我再把它插回去 持續了一兩個月吧 都沒有被發現 不過呢 後來我發現的是 我的滑鼠它竟然壞掉了 對 因為那個時候好像 還沒有支援那個什麼熱插吧 所以呢 拔一拔拔一拔 就壞掉啦 好 這個是題外話 這邊教各位一下 如果你想要掛這個枕頭啊 你又不想要登出 怕速度比較慢的話呢 把那個發亮處貼著 那現在USB都有支援熱插拔了 直接拔掉就好了好不好 沒有亮光 然後你的家人就不會發現 OK 不要說我叫的 如果可以的話 沒關係啦 直接關掉啦 沒有差一點經驗好不好 這個經驗值 通常 我覺得就是不如消補而已啦 沒有必要為了這個 電腦每天在開著好不好 這個到5月12號 你如果到那個時候 都沒關機 都沒被發現的話 我也很佩服你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怎麼那麼多話 你不是睡著了 那麼多話 喔 所以一天最多就只能12個小時 對 所以各位 你就只要掛12個小時就好 不用電腦一直開著 到5月12號 如果你是未登錄的話 就是24小時 就是登錄的兩倍嘛 欸 他給我 他終於給我了 終於給我了 天啊 我第一次看我的夢話 可以講這麼多的 這個 確認睡眠枕頭的睡眠時間 夢是否滿了 讓我來告訴你 這視窗會不會太簡單了一點 這是方便我們放 放這裡就好嘛 來 就這裡好不好 喔喔 這 比較大一點 好 反正我們等到12個小時吧 我們再看看 他今天只是如何好了 反正還非常久 OK 這支影片應該是 不會到那個時候啦 OK 那我發現我剛剛是不是跳過了 鍍閣 鬼怪村長 應該也不算跳過啦 我們只是最後再來介紹他而已 好 那這個是鬼怪村長 簡單來說就是 銅錢 都要找他拿 反正就是我們只要用這個 狼牙棒去敲怪物 然後小鬼怪覺得開心的時候呢 他就會給我們銅錢 然後如果他特別開心的時候呢 他就會給我們更多的銅錢 那這就叫做 小鬼怪時光 OK 那我們要去打 等級範圍的怪物 好 那我們先去打銅錢 待會再回來 好 那我們剛剛村長講完呢 是拿到了一個 鍍閣的 鬼怪狼牙棒的技能 然後呢 我們用右鍵點他的話呢 他就會開啟 右鍵關閉 右鍵開啟 我們只要開啟以後呢 就是瘋狂的去打 怪物就好了 我以為他會給我真的一隻 狼牙棒讓我去敲啊 結果沒有 就只是開啟技能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打 本級範圍的怪物 像這個地板就會有這個 就把它撿起來 我剛剛看好像還蠻好掉的 我們只要撿200個 這邊也會有提示 然後我們待會看一下 他所謂的低機率發動 小鬼怪時間 是什麼樣的一個 呈現方式好不好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 應該就是可以更快的累積完銅錢的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好像是進入那個 所謂的什麼小鬼怪時間 然後 他有一個倒數 不過我剛剛趕快 記著開錄影 浪費了好幾秒 然後他 開這個時候是 就是每一隻怪物他都會有掉 就是每一隻怪物都會掉 好沒了 欸太快了吧 好 那我們先跟村長領個 滿月橋脈動 這長得太像磚頭了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 欸我記得橋脈動是跟哨把對不對 跟哨把可以換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用100個銅錢升等了 這個NPC 他可以升級機率缺 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141等的話 機率是 比141等的話 升10等的機率有20% 如果是199人使用的話 就是100%一定升1等 好 那我決定啊 我們影片的最後來爆足一下 然後爆足完之後呢 待會我會有一個 分身去敲等級的片段 因為我待會用分身打完 硬幣之後呢 我再敲給各位看看 我們先買一次看看 3 2 1 GOGO 這個動畫耶 祈禱祈禱 蹦 這個是我的50硬幣被吃掉的意思嗎 讓我再買一次 我覺得不太可能 兩次都是拿到氣息 OK我再買一次 來吧 這次感覺不錯 這次感覺不錯 哎呦他講的話不一樣耶 叮 他跟我說這一次感覺還不錯 然後一樣給我氣息 這樣對嗎 幫各位驗證一下 這個60%的機率還是非常高了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一次的介紹 差不多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留言 或者是失去我的粉專告訴我 那最後呢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分身敲蓋比狼牙棒的一個過程 那以上就是這樣子注意 每個角色每一天都只能拿200個硬幣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鬼怪爆竹的60%機率非常高 各位千萬要記得好不好 過幾天再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累積次數 和這個第五名的次數 會不會還是同步增加 那我們就切換到分身那邊囉 我這一隻呢 是用葫蘆12等 然後吞葫蘆吞到143等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143等敲完兩次的狼牙棒後 再繼續吞葫蘆 把他葫蘆吞到完 有沒有機會到200等 欸我看一下我們目前143等的話 機率是15% 使用 來吧來吧 又又要進動畫了 剛剛那個爆竹也進動畫 那我們就開始吧 欸他直接拿槌子催我是不是 再來再來 再來 要一等一等跑 我以為他是敲下去就直接 欸 這兩等 我的天啊 兩等的機率只有5%我居然敲到兩等 好沒關係我們再來一次 這什麼運氣 再來再來再來 他要一等一等慢慢看他的動畫 我我可以接受看久一點沒關係啊 兩等是怎麼一回事 再來 一下 一下 一等一等 再來一下 不要再給我兩等喔 再來再敲一下 有有有有三等有三等 三等再來再來 再敲啊再敲啊 快點 給你敲好不好 我的名字就是要給你敲 快點 喔第五下 這個動畫蠻可愛的 五等級提升 再來再來 喔第六下 第六下 拜託來個十等好不好 六等六等 再敲再敲 再敲 七等七等 哎呦呦呦八等耶 哇 這次運氣比較好 剛那個兩等也 純屬意外啊 八等再敲 沒了 八等而已 那加剛剛兩等的話 兩次只有十等 我的天啊 好那我們現在一五三 欸我覺得一五三的 葫蘆通牌應該是不會到 兩百啦 來吧 一九八等啊 沒關係這個 最常多一個實測嘛 卡在一九八有點尷尬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鬼怪夜市的一個介紹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到兩百 沒錯的啊 只要你兩次的運氣都不要太差的話 還是有機會到兩百 那如果你覺得保險起見的話 中間還是可以穿插一下 要佔地藥水 或者是說呢 像我現在一九八等 我可能就是 去打個怪物 打到一九九等 然後明天再用一次的機會 一百個銅錢 直接把他上到兩百就可以了 對 不過就要是多浪費一次 那各位自己斟酌一下 OK 那我是Ryu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然後我的臉書 粉絲還有我的IG 記得幫我自動一下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掰掰 在這張 是 你們 怎麼辦 疙瘲 老